這個樂曲叫做 波利路 1875 拉威爾與波利路 跟我們介紹一下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好不好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曲子叫波利路 當然這個作品圍繞在這個音樂之下發生 那它為什麼叫1875呢 因為拉威爾的出生年份是1875年 這個音樂當初給我最大的撞擊就是 它好像提醒著我活在當下這件事情 要怎麼樣繼續尋找生命前進的動力 就它的樂曲其實是一直重複的 大家都很耳熟能詳 然後那個樂器一個一個加入 一個加入 從小鼓開始 從長笛的出現 然後樂器就這樣子好像夥伴一樣 好像你認識了 我第一次聽跟真的長大聽 真的感覺很不同 那決定要編真的是 但是它給了我一個前進的感覺 好像它提醒了很多事情 就是你認識一個朋友到第二個朋友 然後開始有了力量 然後人生就這樣子往前推進了 所以就有一個動力把它編下來 所以取了1875 它其實就象徵著每一個人出生的那個年份 那個當下 那個需要前進的開始的時間點這樣 講回來就是 其實兩位舞者剛剛有說了 去戶外跳真的很辛苦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麼辛苦 為什麼還要繼續跳 因為在外面跳跟劇場跳 其實那個距離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動其實很直接的 對 就是靠近觀眾的那個距離 然後你當下就可以感受到 你跟他之間的那個溫度 或者是他給你的反應 你給他的反應 就是那個很直接的感動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我在做一件我喜歡的事情 可是可以感動別人 然後我也可以感動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很棒 很有意義 很值得我繼續做下去的事情 孝池其實跳這個舞也很多年了 四年了 今年是第四年 對 今年是第四年 為什麼每年夏天都要被 舒逸徵招到處去 敗太陽 一個就像是剛剛邱宇說的 就是我們可以真的踏入人群 把我們可能平常都是放在劇場裡面 劇院裡面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帶給一般 那麼普遍的一般大眾 甚至是一些阿公阿嬤 或者是一些 他們可能不會進去劇場看演出的人 看到現代舞的表演 這塊是 真的是可以帶回給自己很多的動力的 我其實也可以透過這個作品 然後因為自己就是現在就是舞者的身份 然後我也可以更去 更去印證這個 我活在當下的這個事情 怎麼說呢 這好像有點哲學 當舞者可以讓我們感受到 活在當下 因為其實 舞者就是 所以印證你的選擇 對 印證我的選擇 然後其實舞者就是我的工作 就是跟每個人的不同的工作一樣 那我可以透過這件事情 感覺到舞的存在的意義 其實對於台灣的舞蹈圈來說 舒玉在年輕這一輩 非常非常受到矚目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當年小時候 為什麼會開始決定要踏上舞蹈這條路 小時候就是看到跳舞 然後很覺得很美 然後有一個女生跳舞 我覺得她很漂亮 是芭蕾嗎 那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她在跳什麼 就是覺得她在動 然後就很好看 對 然後我就問她在哪裡學跳舞 對 然後我就去學了 就說在哪一家 給我地址 電話 然後我就回家之後 就打電話 然後隔一週我就去報名了 就這樣 那時候你多大 那時候我國小三年級 你才國小三年級 對 因為我三年級就是 那時候很喜歡主動的去學很多 比如說畫畫什麼都去學 天啊 這個小孩真的學習動機超強烈 然後就去學跳舞了 對 就進入了教室 進入了那個粉紅色裙子的世界 因為旁邊都是 也是一樣的小朋友 可是他們都穿著粉紅色裙子這樣 女生 女生 整個班上都是 就是眼前有很多粉紅色的人 跑來跑去這樣 那時候你想要跟媽媽 要補習費去上課 對 要上課 那媽媽沒有問你說 所以你要去上什麼課這樣 不就說我要去學跳舞 我媽就說好啊 那我爸爸就說 男生學什麼跳舞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好像 現在大家都常聽到的話 對 那媽媽可能那個權威也是滿大的 最後我還是可以去學了 這一路上你有曾經想放棄過嗎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應該都會有 很多挫折的時候 那對於我來說 可能小時候你被放棄的原因 你想放棄的原因可能是 可能真的是性別 可能是這個性別在這個領域的一種 一種壓力 你的男生同學會跟你說 會啊 當然會啊 會覺得說 為什麼男生要學跳舞這樣 對啊 覺得跳舞是一個女孩子的事情啊 什麼的 然後我當初就覺得說 哇 怎麼可能 怎麼會有這種太好笑了這樣 這明明就是我的夢想 哪有分男生跟女生 對 但你還是會因為這樣的挫折而停下來 對 那其他 接著慢慢長大的原因可能就是 現實環境啦 對 就是這個東西如何讓你 為生的這一件事情 也會讓你想停下來 對 我知道舒逸其實年紀很小 就可以當舞蹈老師 去開班授課了對不對 也沒有開班 就打工 打工大概 從高中開始 然後就開始 開始需要工作的去 供養你自己 十一住行 跟舞蹈旅行計畫一樣 然後學費啊等等 所以 對 蠻早就開始工作啦 然後從 從教幼稚園 然後到教國小 到國中 到高中 這樣子 就一路 一路需要這件事情 也需要這個工作 結果你選了一個 這麼困難的計畫 舞蹈旅行計畫 選擇應該是選擇 舞蹈這件事 很困難 選擇舞蹈這件事很困難 我覺得很困難耶 因為 它在用一種 不是文字的一個方式在進行著 但是我們卻要去 用更多 不是舞蹈之外的事情 讓大家願意進來欣賞 那我覺得它的困難 是蠻大的 對 比起電影 比起其他的領域來說 它是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困難度 還好有舒逸跟 像舒逸這樣子這一輩 很棒的舞者 我覺得啦 是幫大家鋪了一條路 然後讓後面的舞者們 有一個團可以參加 每年夏天有一件事情 可以期待 跟舒逸去全台灣到處旅行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為什麼會加入 舞蹈旅行計畫嗎 10年要去紐約演出的時候 她就問我 來學這個版本的舞 要不要加入 在那個劇場版本的那個作品 這樣子 所以我從10年去紐約開始 然後接下來就回到台灣 然後新北市 接下來的舞蹈旅行 就每一年就都跟著做了這樣 要當一個舞者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每年夏天都要去 然後你看到他們 每年夏天都這麼辛苦 一部分來說 因為我們像 他們都還有各自 還有其他的工作 就是像你剛剛說 有了一個舞團 其實還邁入第四年而已 那透過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卻要用 非常大的力氣去募資 募到足夠的經費 餐費等等的才可以成行 所以其實他們都還有很多工作 他們要 有的人在學校教書 有人在咖啡廳工作 然後才能夠去完整 舞者這個角色的存在 或是舞蹈這件事情 真的 所以他們還需要很多很多 其他的工作來支撐 這樣子的夢想 其實台灣的很多的 中小型的舞團或是劇團 我想它都是一個很真實的樣貌 它不一定是很不好的 也許它這是一個過程 尤其是它才成立了兩三年 它能夠讓所有人的生活 完全是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每個人有不同的生存之道 是 我有聽說劇場界的朋友 他們就是 也許有車展 就去當車展的模特兒 如果有一些小小的 可以短暫的工作機會 他們就去爭取 為了什麼呢 為了可以 下一次演出的時候 他可以站在舞台上 也許那兩個月或三個月 薪水是比較少的 他們支撐這樣的夢想 想要踏上舞蹈之路很辛苦 他都在外面先看我們很辛苦吧 對 其實我之前 其實第一年的時候 我是觀眾 我坐在板橋火車站 看著他們跳 是 對 然後結束的時候我就走過去 然後跟他們打招呼 然後就跟他們分享我看到的 然後跟他們拍照這樣 很開心 那時候是一個觀眾 對 然後2012年的時候 我是當志工 對 我就是去那邊 就是四四難村的時候 就拿著牌子 然後大聲工說 等一下在哪邊哪邊 有演出要來看喔 而且他們是在演出場地的很遠 從市政府捷運站這樣 一路重新往那邊走 然後從馬路 然後他就拿著大聲工 那時候他是第二年的 很重要的宣傳小隊 對 小隊長 然後就出發之前 還要就是被規定說 好 你先念一次演講稿 就是你的講稿 然後要有重點什麼 然後還自己在那邊練習說 好 要怎麼講 然後怎樣才會清楚 還要練習口條這樣 成為舞者之路很辛苦 對 還要練習講話 然後後來 13年的時候 就是因為參加那個 劇場版的那個壁志 然後就有機會 然後就加入了舞蹈旅行 然後就選擇了 就踏上這個當兵的旅程 我都沒有特別去想 我未來要怎麼辦 我就是很順著當下的心 就是我想要跳舞 我想要做什麼 我就去做 然後我覺得就是相信他吧 然後就一路一路 就慢慢走到現在 雖然也才剛 離開學校一下下而已 對 但是就是很相信的走下去 對 他有沒有想要 他真的在那裡 我現在是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